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自从小姨来了后呢 让我有了依赖 准确的说是变蓝了 又要让我跳出舒适区呢 刚开始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幸好昨天没拍视频 我一个人干活都没停 时间刚刚够 再加上晚拖 昨天忙了一天 到晚上腰又盈盈的感觉不太舒服 所以还是得再请一个人帮忙 打听了好多 终于找到一个大姐 她以前在拖馆干过 也算是有经验 你们猜她开价多少 3500块钱一个月 说现在是春节的价格 我还是觉得太贵了 有点肉疼 算了还是不要了 还是自己一个人先干吧 实在不行再说 如果是你们3500块 你会雇吗 我还是觉得太贵 今天早晨我都是跑着干活 就怕时间不够 收拾打扫都花了一个小时 赶快收拾做饭 今天我要做一个比较简单 省事的卤肉饭 但是它又不同于普通的卤肉饭 搭配有点特别 卤肉饭 首选五花肉 洗干净 把肉先下锅 稍微煮一会儿 时间不要太长 只是为了方便切 卤肉饭的肉条 一般都是切成小拇指粗细 稍微短一些 今天的五花肉还是有点肥 切得太大了 有的孩子不爱吃肥肉 就给你挑出来 全倒了 所以我就切成小丁 卤肉饭有着和红烧肉类似的做法 不同的是它最经典的配料 就是泡发的干香菇 和炸焦黄的红葱头 红葱头很难买到 一般家庭做法 都用洋葱 把洋葱切成小丁 给洋葱不流泪 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带上泳镜 像什么嘴里含一口水呀 或者洋葱在提前在冰箱里冷藏一下 这种办法我都用过 但是还是都是感觉不太起作用 干菇泡发后 攥干水分 切成小丁 锅里多倒点油 把洋葱丁倒进去 全程开中小火 炸成洋葱酥 注意的是呢 洋葱呈浅黄色的时候就捞出来 不要炸到颜色发黑 那样吃着就发苦了 多余的油盛出来 留少许的底油 要不然吃着太腻 把五花肉倒进去 开小火 煸炒出油 已经煸炒出了好多油 加上姜片和蒜片 再几个冰糖 您说没有冰糖 可不可以用白糖呢 最好用冰糖 冰糖经过熬化呢 能使汤汁的更加粘稠 依次把香菇丁和洋葱酥倒进去 炒出葱香味后 调味 酵酒 生抽 老抽 少许的盐 再加十量的开水 开水的量呢 没过肉就可以了 开大火 煮开后慢炖40分钟 今天的卤肉饭有点特别 特别在哪呢 就是搭配了韩式拌饭的蔬菜和酱料 做一道韩式卤肉拌饭 也是一次偶然的尝试呢 诶尝了后呢真的还不错 用孩子们的话说呢 刚开始觉得味道有点奇怪 但是越吃越香 把所有的蔬菜下锅炒一下 炒个酱汁 两勺韩式辣酱 两勺雪碧 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一勺芝麻 和一勺蜂蜜 肉也基本上炖烂了 把鸡蛋放进去 再炖15分钟 打开盖子 香味扑鼻 肉特别的软烂 汤汁粘稠 这锅卤肉呀 没什么毛病 唯一的毛病 就是太下饭了 我发现我们这儿好多孩子 还都挺喜欢吃甜食的 今天给他们烧一锅 甜甜糯糯的 南瓜糯米丸子汤 南瓜550克 糖40克 糯米粉400克 豆沙十量 南瓜的吸水性不同 以上的分量仅供参考 包这个丸子呀 太费时间了 花了30分钟 差点又来不及了 以后还得提前做好 放到冰箱冷冻 随吃随取 这就是着急忙慌 包的成果 给自己差评 红枣煮至软烂 把丸子下进去 你看我们家这口锅呀 又变黑了 用了好多东西清洗呢 都洗不干净 我都想把它扔了 但是扔了 我又觉得怪可惜的 像锅烧黑了 你们都用什么清洁膏呢 放一块红糖 多来点牢骚 糯米丸子汤就做好了 简单一做 营养暖胃 蛮肉吸收了 各种调料的精华和香味 吃着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 再搭配上还是辣酱 会收获更有层次感的味道 你可以尝试一下 反正孩子们很喜欢这个味道 饭咋了 没饭咋了 对你太多 两个人了 我们俩人就说吃饭 他就说吃饭 他其实他也觉得 他问我这好不好 我说可好 我说 他说那人家还要 还要的 我说那我们要想得上 我可以跟他说 他想了想 他说假的问题 我在那个院子 你拉眼 他说我在那个院子 他说不可能我在人家家吃不住 都是学生哇 咱们在那里吃 不方便 阿姨 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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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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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晚上加了这个 这还挺好吃的 还挺好吃 我怕你吃不快 这个味道怪不快 挺好的 味道怪不 dizzy 饭 啖宜 毛饭 いて衣外 还挺奇怪的 不然吃个还好吃可 ,… 下面吧 下哪一个 我FF 好 丁连 老板 牛蛋 做 好 哇